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立法院的政府院长选举结束了 几家欢乐 几家愁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民进党内来讲 好像是输了立法院的龙头 但是就立法委员个别来讲 特别是有几个在争取党团总召 或者是大小党编这些人来讲 他们的排名不就往前升了一名吗 其实游锡坤没有办法当上立法院院长 基本上是立法院内部的人 以及蔡英文在扯他的后腿 赖清德呢 显然没有帮他嘛 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民进党插国民党 以及两位无党籍的 基本上只差三票嘛 买了两票就翻盘嘛 而且民众党呢 很早就说要做自己 所以证明什么 证明民进党如果买得精准的话 只要买两票就翻盘 可是为什么两票都买不动呢 你要想想看 国民党有暗底被操在蔡英文的司法犬牙之下的人 不知反己啊 还有国民党选举选到山穷水尽 急等着一亿两亿澳元的人也所在多有啊 所以民进党如果真的硬要吃下这个位子 就跟蔡英文当年党内初选 她非要赢不可 连作弊的手法都做得出来的话 怎么会拿不下这两票呢 所以基本上是民进党呢 没有人要帮游锡坤 简单讲就这样 就是大家喊冲 结果游锡坤一个人往前冲 发现说怎么搞得后面都没有人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嘛 这样才会让国民党加上两级的五党籍 能够全数54票投出来 然后民进党呢 51票 所以一票都没挖到 选前不是有说吗 有真正的内部的讯息是民进党积极的 想要接触国民党的 可能挖到的国民党五党籍的四席 但事实上证明他并没有成真 那有没有人在努力呢 有 有一些支持游锡坤当院长的人 是有在努力 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成呢 因为如果没有蔡英文首肯 所有的检调系统跟资源 大家不要忘了 老娘还在 而且这个老娘一点都不寂寞 她曾经告诉大家说 我的任期到520 所以明显的告诉大家说 你们不要太早篡位 所以今天台湾的检调情治国安系统 仍然是操在蔡英文的手里 赖清德呢 只能望洋心叹 看得到 吃不到 到目前为止就这么简单 所以 如果支持游锡坤的任何力量 不管是要威胁还是利用 国民党 如果没有得到老娘的首肯 肯定会出事 所以大家都不敢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游锡坤一个人往前跑 却发现后面完全没有人跟在后面 以至于最后惨遭出卖 这就是故事的原委 那就国民党来讲呢 这次倒是成功的52席 再加上武党级的两席 通通都没有跑票 这个原因何在呢 我想 这个应该是朱立伦的一个交换吧 他让傅坤奇当党编 这个总招 这个位置呢 傅坤奇 坦白讲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他是个非常争议的人 那放在这个位置 可能 国民党 未来要选举 他们的形象票 可能会丢不少 好 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去交换 一正一邪的傅坤奇 去压着国民党 大家都不准跑票 这个策略呢 倒是成功了 所以 选前有人推测 包括我们的节目的欧老师 很多人推测说 最后民进党 还是会挖掉国民党的票 而让立法院长 由由希坤当 副院长呢 可能再去做 某种程度的交换 比方说交换江启成 或者交换黄珊珊 当然到最后 这个局并没有成立 并不代表 这些预测是不准的 而是这个动态的状况 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 一直在破梗破局 然后重新组合 然后再重新破局 一直到现在 选完了 这个风风雨雨 还在持续当中 怎么说呢 我看到这个阿北 气急败坏的 说要提告 选完都选完了 告啥呀 尤其是这种 这种东西 告是完全不可能告成 这种叫做防害名誉 而且这还不足以防害名誉 什么意思呢 阿北气急败坏的 说 说这个民进党 这个吴征啊 胡说八道 他说 是有绿营的一个大佬 一届大佬 跟柯文哲 转话给柯文哲 叫柯文哲回话给他 就被说成是柯文哲 主动打电话给 绿营的一届大佬 要求要瞧政府院长的事情 好了 这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 各说各话了 好 今天民主进步党 贴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真相只有一个 吴征说 欢迎一起到法院讲清楚 各位要记得 法院绝对不是讲理的地方 法院也不是讲清楚 或者论理的地方 我亲自走过 一点用都没有 法院是一个作秀的地方 对于像我们这种 一再败诉的人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作秀 做什么秀呢 做一场狠狠的 给这个台湾的司法官 上一堂课的秀 那台湾的司法官呢 他也跟你上一堂课 就是让你随便讲 讲完之后呢 这个判决书 我随便写 我就是要判你输 我就是要把那一页一页 全世界 看了都会笑掉大牙的 草稿纸 把它认定成为合格论文 那不然你要怎样 对不对 你要来咬我吗 你根本进不了法院嘛 好 再来 吴征呢 这件事情啊 我很难讲说 谁有理 谁没理 我只能用逻辑 跟研究方法来推断 哪一种比较有可能 就像 陈钊兹的那一票 有好多阴谋论在骂他 我当然没法知道啦 有人在讲什么 哦 那个距离如何如何 什么手的压道的距离 跟那个案票的距离 是不会那么接近 我觉得那个东西 都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在于 警察抓到一个嫌犯 第一件事情要先了解 他犯案对他有什么好处 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好处 那对这个人来讲 就没有犯案的动机 很简单 陈钊兹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的 他故意把自己的 投给国民党的这一票呢 给弄成废票 那肯定有好处 那个动机就是 要让国民党少一票 以至于让民进党的票呢 能够跟国民党打平 对不对 那另外再有一个人 出问题的话 就反败为胜嘛 所以如果是国民党 干这个事 那就绝对有动机 如果是民进党干这个事 本来是要投给游锡坤的 不小心弄脏了 说没有 也极有可能是被在野阵营收买了 因为在野阵营 毕竟只赢52票 比51票只赢1票 那两个无党籍的 他大可不要量票啊 他大可做自己啊 你没办法约束他 你没有党纪啊 所以就国民党来讲 其实只是显赢一期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国民党的 有一个民进党的人 故意把这个票给弄拧了 那是不是拉大了安全距离 这个就有可能让国民党 如果也被收买的话 这个动作就变成抵消了嘛 所以这两个党的人 如果盖错 或者是误损了选票 都还有一点点可能有动机 特别是如果是国民党的这一票 因为他只赢1票 两个无党籍你很难指控嘛 你很难去控制他 所以如果是国民党的人 做了这个事情 你可以强烈的怀疑他 有放水的动机 问题是民众党那8票 就跟你讲他要投废票了嘛 废票的意思就是说 作废的票 对不对 投自己就是作废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有8票啊 所以在上面乱盖 每个人头上都盖一张 跟每个上每个人头都 空白票是一样的意思 从说文解字来讲都叫做废票 就是起不了作用的票 所以陈昭之的这一票 不管是盖了这个污染的票 或者是盖给黄珊珊的票 或者盖给张其凯的票 都叫做废票 所以既然都是废票 就不要再去吵如何废 而且既然是废票 那就没有犯案的动机嘛 这是我教研究方法的老师 有在讲 你们有没有在听 我看很多名嘴 还有主持人讲的跟真的一样 他有没有犯案动机 没有没有就别讲了吧 而且我看了半天 我觉得那极有可能啦 就是说你去盖章的时候 那个手去就是手的这个部分去 去碰到了印尼嘛 那自己可能没有感觉 所以你盖下去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 是这样子没有错了 当然了这只是推断 不过他就没有犯案的动机嘛 没有犯案的利益嘛 就没有犯案所得 就不会有犯案的利益 就不会有犯案的动机 所以去推敲什么放水啊 党继处分 我觉得坦白讲有点无聊啊 那这种 又不是小孩 小学生说忘了带手帕 卫生纸 或说那个国字 写到超出格子 说要打手心 这个是没什么意思 好 我们再来回头看 吴征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 真的是脑袋灌水 不管你说什么 不管是柯文哲主动打电话 给绿营大佬 然后说要瞧 或者是绿营的一届大佬 打电话给柯文哲 留话给柯文哲 叫柯文哲打电话给他 或者转谁谁谁 那其实不是顶重要了 就说你们事前一定有一些瞧嘛 这我相信 你没瞧才是有鬼呢 对不对 一定是耳鱼我诈的 瞧了半天 也许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 瞧 但是心里面呢 只是试探对方 或者是看瞧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利益 那吴征报得了是说 双方瞧不拢 因为要交换 柯文哲要换黄珊珊 去当院长 那来换票 那蔡奇商就当副院长 可是绿营 民进党坚持说 开玩笑 你只有8票 我是51票 当然是要我们的人来当院长 副院长再来瞧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好 就谈不拢吗 可是我就说 你吴征把这东西丢出来干什么呢 选都选完了 民进党要出来替吴征背书 说要告就来告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再加上阿伯讲的有点冲动 他显然是很气嘛 对不对 大家私下密谈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拿出去讲 所以他说他要告 可是我跟阿伯讲 你这根本告不成嘛 对不对 如果就算你这个吴征讲的是真的 就算吴征讲的是假的 你根本就跟这个人没打过电话 这也不会成啊 因为这个东西不足以毁损你的名誉嘛 因为桥是正常的 不桥才奇怪嘛 对不对 选政府院长 不做利益的交换 那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嘛 政治经济学 每一个政治动作 都有有它的利益 不然你就对不起你的党员 对不起你的选民嘛 对不对 只是有的东西重于泰山 有的轻于红毛 有的东西是价钱的问题 有些东西是价值的问题 有些东西可以交易 有些东西不可以交易 差别在这里而已嘛 我万万不觉得立法院长 副院长这个位置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 你只要不要用强暴 胁迫或者会选的方式 政治利益的交换 我觉得我没什么不可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算你没做这事 吴征说你有做这事 你去告他 也不会成嘛 因为法官会说 这不足以造成你的实质上的伤害嘛 我去告蔡英文 连那个告张勇慧 不开庭不审 最后呢 判我们败诉 就我们去告这个张勇慧 就是枉法裁判 结果法官怎么说 法官说你看 他虽然这个没有审 判你败诉 可是你上诉到高院 高等法院还你公道了 高等法院发回更审了 所以你又回到一审 你没有损失啊 这种这么瞎的判决都写得出来 他的意思是说 你白走一条路 花律施费 这都无所谓嘛 反正你又回到了一审嘛 你还可以重审嘛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损失嘛 所以你看法官的逻辑是这样 他怎么会为你阿北说 你没有打电话 人家说你有打电话 你说你没有瞧 人家说你有瞧 就认为你的名誉受损了 坦白说嘛 政治人物不去瞧 说你没有瞧 可能还是造成你的名誉受损了 不是这样吗 你作为一个党主席 竟然没有肩负起整个党的利益 去做利益上的探寻 或者是可能的策略 那你不才失职吗 所以啊 这件事情 说要告的人很无知 掀起这个风波的人更无知 我不知道吴正也好 你是代表谁 那民主进步党 你这个时候出来呛 这个 这个 柯文哲 意思就是说他说谎嘛 这有什么好处 都已经选完了 对不对 而且 你是执政党 当家不闹事 你就已经是立法院的少数了 你还一定要把民众党这八票 关键的票 逼到对方的阵营 而且恨你入股 绝不跟你这个 民进党有任何的合作空间 免得下次又被你出卖 所以我就觉得 我搞不太懂 难道这些人 包括吴正在内 包括现在民进党的这些 发这个东西的党工 你是要让赖清德 未来四年 所以在选完之后 还去做这种嘴炮式的攻击 这个对于民众党跟民进党的距离 不是更加的见缝插针吗 如果民进党是在野党也就罢了 今天你是当家做主的少数 你玩这个 不是打算把赖清德玩死吗 所以赖清德 你去想想看 吴正也是这个小英男孩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问题啊 是不是小英现在在后面 要想尽办法 让你未来的总统做得很难做吗 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对付他吗 我倒是比较朝阴谋的方向去想 不然你想想看 政府院长都已经板凳钉钉了 你现在出来说 柯文哲如何如何 你不是摆明了 要把柯文哲这个可能合作的对象 逼成敌人吗 而且逼成了恨死你的敌人吗 那你不觉得干这种事情的人 一定不可能是赖清德 跟支持赖清德的人吗 那是谁呢 既然是民进党的人 又是小英男孩 你觉得出这个招什么意思呢 我是看不懂 完全违反人性 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2016年12月 中华民国行政院核定 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 以纪念郑南荣一世 牺牲奉献 捍卫言论自由 除Boys of Taiwan 台湾正义之声 说真话 在海外行公义 追真相 司法改革党 则从根本做起 致力于改革台湾司法 贯彻民主法制 我们坚持说真话 不畏强权 相互勉励 心火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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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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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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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說不但我們的來自於Google的廣告費用沒有了 而且大家透過YouTube捐贈的錢也沒有辦法捐了 我們在YouTube上面的很多人訂閱的會員制 就是學士、碩士、博士、賈博士的那個會員也沒了 所以等於是我們做的所有的內容都沒有辦法收費了 就這樣廣告費也沒了 理由是我們的內容是有害物質 我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內容是哪裡有害 也許對於1450817來講是有害的 但是那是他們自己有問題不是我們有問題啊 我們只是講話真實了一點 所以我們的英文頻道叫True Voice of Taiwan 基本上我們是very true voice of Taiwan 非常真實啊 那既然叫政經關不了嘛 我們絕對不會坐以待斃 好我跟各位報告我們的方向 我現在多管齊下 我再過沒有多久我又要去DC一趟了 我又要去傳達True Voice of Taiwan 而且我們跟 一些律師也在 朋友也在積極的接洽當中 就是無論如何 這個訴訟我們一定會打 不贏也要打 就這麼簡單 這叫做輸郎 不輸定 輸定 難看賓 無論如何 不平一定要名 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的官司 屢敗屢戰呢 其實各位沒有看到官司的表面是敗的 但是我們輸了面子贏了禮子 因為我們透過官司調出來很多很多的資料 這些資料呢 都是將來我們最後勝訴的關鍵 好 那再次感謝各位朋友們 那因為我們的所有斗內機制被 封了以後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節目中狂打緊急救援 然後我們打了這個有關於我們其他的 捐款的方式 好現在我們開通另外一個管道就是如果各位 是我們的會員 中生會員 學士 碩士 博士 賈博士的會員 現在沒有辦法行使會員的 這個義務跟權利了 那各位還是一樣可以透過 我們新的 捐贈的管道做定期定額的 這個捐贈 那可能會說 那萬一YouTube回復了這個 頻道之後會不會就產生了兩種的捐贈方式 各位放心 好等到4月22號我們能夠得到 一個正常合理的機制 如果我們被平反了 當然如果我們的頻道被關了 那另當別論 有人就問我說 那你們頻道被關了你怎麼辦 我們當然會有陪陶措施 我們不可能把 台灣的公平正義 放在 蔡英文 YouTube Google 羅秉承的手裡嗎 對不對我們怎麼可能 像我們這麼頑強的 通緝犯 團隊 怎麼可能任憑宰割呢 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自己的路自己走 所以我非常謝謝 來自各地的 這個幫忙 大家真的非常的熱情 告訴我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也介紹了我一些資源 不過我還是在這邊 跟大家呼籲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 要在這個 政經關不了最困難的時候 能夠伸出援手 風雨故人來 那還有 就是 如果你們在 矽谷 或在台灣 有一些很好的法律團隊 或是有一些 法律的策略 也請隨時跟我們的聯絡 因為 我們不希望找到 唯利仕途的律師 或者是 那種 沒有認真打官司的律師 因為我覺得我們所代表的 不是只是一場官司 我們在代表的是台灣 公平正義的價值 我們也要為 在網路上的言論自由 殺出一條血路 好接下來 我們還是要來談 滿滿的論文門 因為各位2024年 是一個收割年 各位相信 因為陸陸續續的法庭 在台灣 在英國 在美國 我都會啟動 因為很簡單 我們告Google 不管告美國Google 告台灣Google 就算一定不會贏 我們也要讓這個案例 被樹立 然後我再把它放進惡觀當中 也要讓大家知道 一旦我告進這個商業案子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理由了 那時候蔡同學的 拜基烈刑 這個賈博士的故事 不是就借這個機會 可以炫耀出去嗎 那不是一舉兩得嗎 所以我說羅秉承 說不定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派來害蔡英文的 就最後蔡英文的任期 剩下四個月 都要讓他不得安寧啊 台灣跟英國的戰場不夠 他一定要開闢一個 美國的戰場 我想這可能是 羅秉承 他真正的目的吧 那如果是這樣我們也真的要謝謝他 他是 蔡英文的豬隊友 可是卻是我們的吉祥的隊友 好 因為呢 論文門這個事情已經 持續了四年 所以在今年這個收割年的同時 我們要特別重視一件事情 就是要溫故之心 我們要把過去這四年的所有證據 再一個一個的把它講清楚 不然真的都忘光了 連我這個做夢都在磨牙都在談論文門的人 你熊熊問我一些細節 我還真的有時候會搞錯 連開庭的停的內容 當然 那是因為 我有腦洞嘛 我這個 這個 智商只有57的老人本來就是 記憶不好是正常的 可是 我必須跟所有的宇宙真一宣的同學們一起分享 就是說 因為我們走過太多細節 我不再把它這個 wrap up 一下 就是我不再把它 這個包一包 重新整一整的話 確實 很多東西大家都忘記了 好 今天呢 同一個時間 這個Michael Richardson 他的新的報告也出來了 還有 魷魚翼 我們這個宇宙真一學院當中的一個 神人級的高人 他立刻也就相同的話題呢 做了一些非常詳細的整理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 是 第一件事情 蔡英文在LSE博士班學成的兩大疑點 將會是論文門的一個重要的破口 就是 蔡英文在他博士班裡面有兩個學程中的疑點 前提是說假設他 假設他 如他所說的 真的有口試 真的有畢業 那有兩個關卡 他是無法解釋的 且讓我來看這個魷魚翼所做的整理 讓我威威道來 他說第一個 這件事情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 在英國的這個Washdog這個團體呢 他們取得了一個跟蔡英文在同一個時間 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雖然科系不同 在同一個時間 都屬於社會科學 在同一個時間 畢業的人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叫做Vivi 的人呢 為什麼他的資料我們可以拿得到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他的資料呢是不受 這個所謂隱私的保護 那我們的英國的這個團隊呢 他輾轉取得 所以這就來了 你就把這兩個同一個時間的學生拿了一比對 發現 怎麼查這麼多 都是倫敦政經學院的 相似的科系 走過同樣的年代 這個一比之下你就知道說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也就是說 幫助蔡英文 造假的這個團隊 太不細心了 好我們再往下看 當年跟蔡英文同時進入 LSE 的 Vivi 學生檔案中 可以發現 Vivi 的指導教授 在 1982 年的 10 月 11 號 致函給 LSE 研究所的助理 叫做 PJ Wallace 表示 Vivi 的 學習進度 是 合格的 所以 這個 研究所的助理秘書呢 就 透過他 Vivi 的指導教授 寫信給 LSE 的研究所的助理秘書 跟他說 他 那推薦 Vivi 從他的 M-Phil 進入 PhD 的學程 M-Phil 這個檢寫呢 可能也是有些同學也忘記 就是 Master of Philosophy 就是哲學碩士 這個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 法學院社會科學院呢 他是碩士裡面比較高的那一等級 就是說 你拿 Master of Philosophy 的目的 是為了要進入博士班做研究的 如果你沒有要做研究 那你可能拿的就是一個 MA 就是 Master of Arts 或者 Master of Science 當你呢 要進入博士班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去修 Master of Philosophy 好 這個 Vivi 是這樣子 那麼 Vivi 經過她的指導教授的 批准 然後推薦 從她的 碩士 Master of Philosophy 進到了她的博士的學程 這是一個關卡 好 那這個關卡呢 要經過一個叫做 Graduate Committee 叫做研究所的委員會 它叫做 Graduate School Committee 要審核通過才行 那這個 Vivi 的審核通過時間呢 是 1982 年的 10 月 13 號 好 那麼 LSE 的研究所秘書呢 叫做 I. L. Stevenson 在 1982 年的 10 月 18 號 通知了 Vivi 好 這時間你聽起來有點混淆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清楚的要講 蔡英文 她這個作弊的 破綻在哪裡 好 再來 那蔡英文的部分呢 這些資料是怎麼來的 這是 LSE 的法務頭子 Kevin Hans 這是魷魚翼對於 Kevin Hans 的頭銜 她的正式頭銜是 LSE 的法務經理 那麼這個 Kevin Hans 在 2020 年的 12 月 18 號 把這個 給了這個法務部調查局駐倫敦的 陳詩婷 這個陳詩婷呢 他的大頭呢 被我們放在惡官惡的封面上面 這個人也肯定會被我告 不然至少他會被我傳來當證人了 如果他敢在法庭中胡說八道 我一定加告他 各位可能會說彭P 你已經敗了實機場了 你怎麼那麼有信心 改朝換代之後 總有一些法官不想玩吧 不陪你玩了吧 我們的 優勢就會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大家 千萬別回心啊 默休了志氣 好 再來 這個 2020 年 12 月 8 號 給陳詩婷的這個 email 當中提到什麼呢 他說蔡英文的指導教授是在 1982 年的 2 月 9 號 推薦蔡英文從 Enfield 進入了 PhD 的課程 研究所的秘書 I. L. Stevenson 在 1982 年的 2 月 11 號 通知了蔡英文 信中還說這是經過研究所 委員會就是 Graduate School Committee 的核准 這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他說這個吹牛不打草稿的 Kevin Hanks 這次又出包了 所以 這些文件的出土跟我當時在四年半前我的 推測是完全吻合 那時候仲家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人覺得蔡英文可能是 完成博士學位 但是口試沒有過 還有人說是 蔡英文是完成了博士學位口試也過了 只是她後來沒有把 該有的補證 也沒有交回去 所以她就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可是我從頭到尾都堅持一件事情是 蔡英文是 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要 transferring 到 PhD 的那個關卡叫做 transfer 沒有過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除了我從她的內文當中的一些細節看出來 她根本就沒有進入博士班的 課程所以她不會有 博士班的繳費記錄等等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宇宙政經學院有一個同學 是在東南亞一所國立大學擔任教授 她呢 是比蔡同學晚幾年進到 LSE 的 她說的非常詳細的故事說 她在一個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同學都知道的一個大教室 叫做 The Otheater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裡面唯一 而且也是最有資格 來談這什麼關稅壁壘啊 貿易啊 不公平的這個貿易對策啊 什麼這個相關的法規的 的一個老師 叫做 Brian Hindley 她是這個領域的大師 所以 正常人都知道 蔡同學如果你要寫的是這個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要講到這個關稅 GATT呀 這個貿易呀 這個 平等啊 你的指導教授 一定會有一個 會是 Brian Hindley 因為他就是這方面的權威嘛 結果 在你的學生的這些履歷表當中 在你的學生的記錄表當中 都沒有出現這個人 可是 這個人在上課的時候 告訴大班的同學說 哎 你們對於 這個名詞定義 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東西叫做 concept explication 就我就教過一個學生 他連VER是什麼定義都不知道 而他這個東西是 整本論文的核心 他連定義都搞錯 所以被我當了 這句話 聽在當時 還在倫敦正義學院上課的 正要準備念碩博士的 這個學生 他非常認真地聽進去 所以他說他記憶 非常深刻 Brian Hindley 說有一個來自台灣的學生 因為他的博士 這個 proposal 在 transferring 的過程當中 他連 definition 都搞錯 藉以提醒的所有的這些在座的學生說你們要小心 好 你們這個 concept explication 一定要做好 所以叫做概念解析 你一定要把這個定義定義清楚 所以他說他記得非常清楚 後來 輾轉看到我們節目才說 喔 Bingo 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我也希望這些 當年提供這些證據的同學們 經過了兩三年之後 我們今年是一個 審判年 也是一個收割年 也可以陸陸續續回到我們的團隊當中 來 提供更多的建議 再次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 我們繼續來看看 這個由於一所說的 蔡英文犯的兩個低級的錯誤 到底是什麼 馬上回來 2016年12月 中華民國行政院合定 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以紀念正南榮一事 犧牲奉獻 捍衛言論自由 True Voice of Taiwan 台灣正義之聲 說真話 在海外行公益追真相 司法改革黨 則從根本做起 致力於改革台灣司法 貫徹民主法治 我們堅持說真話 不畏強權 相互勉勵 心火相傳 之爹 很久不敗 駅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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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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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博士班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她的一個口試必須經過 她的指導教授 推薦給 Graduate School Committee 審核過之後 她才能夠進入博士班 所以在蔡英文同學的那一屆當中 當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進入了博士班 以蔡同學的程度 她當然不會是那三分之一 所以她因為兩次扣門沒過 所以才會在 1982 年 11 月 10 號 Withdraw WD from Coors 她的故事就這麼簡單 但是她就硬要去把自己包裝 希望能夠醜小鴨變天鵝 這就是她的 算是不幸的人生吧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由於意義的分析 她說 這個吹牛不打槽搞的 Kevin Harris 就是倫敦政議院的法務頭子 她出包了 她出什麼包呢 好這上面是這樣寫的咯 她說根據 LSE 的 calendar 1981到 1982 的 calendar 這個玩意兒 我們真的費了好大的勁 我找了我的學生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去查了他們當年的 calendar 結果好死不死 就是我們要看的那個關鍵的1982 8384 就是不見了 然後我的這個學生就跟她講說我是這個倫敦大學的學生 那我希望你們去幫我找到然後可以通知我 結果圖書館員呢就很認真跟她講說好沒問題我們通知你 過了好久一段時間都沒有 結果我這個學生輩呢她又跑去了 結果那個圖書館員一臉的慌張說奇怪她說我們就是這一個 這兩個跨年份的 calendar 就是找不到 可是後來呢在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上窮必落下黃泉之下 還是呢把她給找出來了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1981 1982,1983,1984 蔡同學夢到她的博士學位的歷程的這幾個時間點 的 calendar 我們都把它給收集了 那 calendar 是什麼呢 calendar 講白了就是那個年代那個時候的行事例 就是幾月幹什麼 幾月幾號要做什麼 幾月幾號要做什麼 清清楚楚的寫在上面 所以當然就不會發生像蔡同學那個低級錯誤 什麼 10 月 16 號是她的口試 那就是禮拜天啊 對不對 人家不可能放在禮拜天嘛 好 我們回頭來看這個 graduate committee graduate committee 的到底是跟蔡同學的幻想有什麼地方出入啊 由於一的文章說 她說根據這個 LSE calendar 在 1982,1983 年 這兩年的年份當中呢 graduate school committee 就是研究生委員會 分別是在 1982 年的 1 月 20 號 跟 1982 年的 2 月 17 號這兩天召開了會議 好 在 1982 年的 2 月 9 號到 2 月 11 號 是蔡同學拿出來她的所謂通過審核的文件當中所記載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根本就不在這兩次審核的年度的時間之內 那請問蔡同學你是怎麼進入你的博士班的課程的 好 那這裡面有一關牽涉到蔡同學拿出來的一些信 包括了 Kevin Hanks 提到在她的學生檔案當中找出來的一些相關的證件 包括了一個叫做 I. L. Stevenson 她 1982 年 2 月 11 號發了一封信 說蔡同學的這個進入了博士班的課程 請問你這封信 她是從哪來的 這就是由於意 質疑的一個重要的焦點 因為這個時候根本就不是她的 Graduate Committee 開會的時間 那也就是說呢 她呢 2 月 9 號在這個提出審核 那 2 月 9 號到 2 月 11 號 寫信的這個 Stevenson 說 她的這個被推薦進入了博士班 你看 9 號到 11 號中間 完全沒有 Committee 審核的時間表 這 Committee 的審核時間表是 1 月 20 號跟 2 月 17 號 所以當你在 2 月 9 號拿出來的時候 2 月 11 號之間 根本沒有任何審核的時間 請問你 你要如何通過 好 這是一個時間點上犯的一個非常低級的錯誤 那你可能會說 沒有 那個中間時間也可以個別審 錯了 因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 Calendar 很明白地寫出來 一年就這兩個時間召開會議 在會議中決定是否可以從你的 Enfield 進到博士班 就這麼白紙黑字 好 第二個問題出在哪裡呢 由於一說 好 她說根據 LSE 的 Calendar 的 1982 到 1983 因為那個時候是蔡同學沒有繳費的時間 所以我們去看看 Calendar 到底有沒有可能 在學校規定的行事例當中 或者學校規定規則當中 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呢 答案是並沒有 好 她說 No student will be admitted to any course until he has paid the requisite fees 這裡面有三個英文關鍵字 不好意思 我要教一下英文 No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學生 will be admitted to any course any course 就你沒有任何學生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被任何的學成來承認 她說 如果你沒有繳費的話 就沒有任何的例外 這很簡單嘛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嘛 你沒有繳費 你怎麼可能註冊 你沒有註冊 你怎麼可能有學位嘛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後面講很多 我們就把它綜合一下它的中文藥紙 好 由於也做了這個整理 在那個 The Ultimate Decoder of Thesis Scandals 蔡英文這個 好 這裡面講什麼呢 她說 根據Vivi 的學生檔案 在提交口試論文前的九個月 就要提交這個最終博士論文的題目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那個太北地方法院還有劉承武 竟然把繳交題目 硬把它翻成叫做繳交論文 Thesis Title 硬要把它掰成叫做論文 這個東西 等到520以後 陸續開庭 你們這些為非作歹的人 你們要去面對 跑不掉的 好 再來 根據Vivi 的檔案當中 是這麼說的 他的博士生要依照規定要完成所有的課程之後 指導教授就會通知這個學生 轉入了一個叫 CRS 的過程 這個 CRS 叫什麼呢 Completing Research Status 就是你完成你的研究的一個階段 你可以轉入這個 一旦轉入這個 Completing Research Status 之後 代表一個日曆年之內 就是一年 One calendar year 一年之內 你必須要進行口試 就是你完成這個叫做 Completing Research Status 一年之內要完成口試 超過一年呢 要額外的申請倫敦大學的批准 所以以一年為原則 超過一年為例外 例外呢 是採取核准制 好 那麼 預定繳交口試論文之前的三到四個月 要跟倫敦大學提交你的口試報名表 它的全名叫做 Examination Entry Forms 來了 蔡同學就是沒有這個玩意兒 所以這個東西很難掰下去 這段廣告 馬上回來 2016年12月 中華民國行政院核定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以紀念鄭南榮一世犧牲奉獻 捍衛言論自由 True Voice of Taiwan 台灣正義之聲 說真話 在海外行公益 追真相 司法改革黨則從根本做起 致力於改革台灣司法 貫徹民主法治 我們堅持說真話 不畏強權 相互勉勵 心火相傳 給家庭一日以為 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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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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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畢業之前 你要維持你的學生的資格 你要維持你還有指導教授指導你 無論你是什麼身份 你必須要繳費 剛才不是有很明白的講到嗎 他說這個 就NO 兩個NO 就你沒有學費 你不可能有這個機會 可以繼續讀下去 好 我們再來看 好 他說 這個根據倫敦大學規定 他就是要兩個學年 對不對 他說兩個學年之後 你還是要繳費 而且第一次口試費用會涵蓋在註冊費裡面 這都講得非常清楚 絕對不含混 博士生的指導教授不但要推薦最終的論文題目 確認指導學生完成了所有的課程的學習 在口試報名表上簽名 並且還要徵詢外部口試委員的人選 最後再由倫敦大學來派任 這就是你的指導教授的責任 但蔡英文的學籍卡上 完全看不到他有進到 Completing Research Status 在所謂的CRS的階段 那就是沒有 因為他沒有進到博士班 那麼 這個 這個猶豫就說 那個倫敦大學怎麼可能 讓蔡英文註冊兩年 而不用再繳註冊費 也不用再繳錢 在沒有指導教授下 可以獨立完成博士論文 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不用繳費 沒有指導教授 自己完成博士論文 傑克 你在哪裡 這麼神奇的時刻 你不跟我們一起見證嗎 先看 另外 好 這個傢伙也是惡名昭彰 2019年的6月20號 倫敦政經學院有一個傢伙 他是 Deputy Director PhD Academy 就是博士班學院的副院長 這個叫Marcus Cerny 的人 他寫了一封信 他在E-mail 當中 在2019年 在內部往來往來的E-mail 中提到 A review of the file was undertaken by Samuel as the academic registrar in 2015 which conclude that he was satisfied that there was not an issue of the registration or a word being in any way questionable 他的說一說 他說2015年 有一個叫Samuel Underwood的人 查了這件事情 他說沒事沒事 這個都沒事 一切都合法 各位同學你想想看 2015年 距離他畢業多久 1984年 他自己說的 31年後 竟然有人會去重新查 蔡英文的論文 跟他的學位有沒有問題 這表示什麼 表示他有問題嗎 對不對 蔡英文在2011年跟2015年 兩度要去偷渡他的內容 對不對 還偷渡了他的這個電子檔 因為他2012 2016 分別要選舉 對我們來講 如果我們需要畢業證書 真的搞丟了 根本不需要跑一趟英國 也不需要跑一趟美國 我不需要跑一趟威斯康辛 我只要上網去提供一些基本資料 然後確定是我 有很多方法去認定嘛 就可以直接在線上獲得了 畢業證書的副本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不需要這麼大費周章啊 好 那麼在2015年 倫敦政經學院的教務長 叫做Samuel Underwood 曾經看過蔡英文的學生檔案 他認為註冊或者授予學位都沒有任何問題 結果 仔細看 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所以猶豫就說 這些混蛋 你們要不要再想想看 要怎麼回答上面的這些問題呢 而那些來路不明的奇怪的LSE的罕見 他真的符合倫敦政經學院跟倫敦大學的規定嗎 其實我講白了 這些文件在我們四年前都已經做過非常多的分析跟比對 包括那個紙張上面的那個泛黃的字 還有那個泛黃的印記 還有那個點 有的東西是因為影印來的 那個年代我們都做過非常清楚的鑑定 不信如果你真的要溫故之心 你就回頭去看2019年 從9月份開始政經關不了 大概在連續半年的時間之內 我們做的那個勘驗鑑定真的是完全符合科學方法 而且非常的鉅細靡遺 好啦隱藏的是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蔡英文跟你們這些黨羽們 2024年你們一定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們要上法庭 而且你們會行舟上高攤 在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分享的是彼得前書3章14節 你們就是要為了易受苦 也是有福了 你們不要怕人的威嚇 也不要驚慌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年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